樓市深夜重磅炸彈 住建部放出樓市三大招 減息、減衰、認訪、不燃泰 那這些政策分別對應著甚麼? 對樓市的威力又有多大?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本期的 V家不動產而有遠樓市政策先鋒的時間 我是Shayna 今天我們說說昨晚深夜 住建局釋放的三大樓市利好消息 就是昨晚的深夜11點半 住建部公佈了住建部部長魏雄 近日在企業座談會上發表的內容 他表示要大力支持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分為三大部署 分別就是減息、減稅和認訪不燃泰 以下我就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這三大部署分別對應的內容 首先第一大部署的具體政策方向就是 進一步落實好 降低購買手套房、住房首付比例以及房貸的利率 這就是字面意思 降低首付比例以及房貸的利率 聽起來真的十分好的信號 事實上目前全國二十個重點城市 首套房的首付比例平均值是24% 依然有很多城市沒有將收付比例降低至20% 在房貸利率方面 就在7月24日的樓市政策方中 我們都提到 現在全國已經進入了房貸利率三次代 但其實還有不少的城市利率依然是高於4% 所以根據住建部今次的表態 預計在8月的上月順前 會有一波降收付和降利率的操作 第一大部署主要是針對售套房政策 針對剛需人群 第二大部署主要是支持改善需求 具體的政策就是 改善性的住房貸購稅費減免 整體的工作方向就是降低交易稅費 比如說通過降低個人傻得稅、契稅、增值稅、中介費用等 降低購房的成本 有利於收復購房預期 參考近期稅務總局總結的 現時的購房稅收優惠政策 預計新的置業稅優惠政策不會好遠 最後第三個部署 具體的政策方向就是 個人住房貸款認房不認貸 簡單介紹一下這個名詞 就是指購房人名下沒有房並且沒有房貸 就可以申請手套房房貸 不理之前有沒有房貸紀錄 目前認房有形態的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高能級城市 嚴重地限制了改善購房群體 落實認房和形態 降低改善首付比例 可以激活核心城市的支援連條 活躍市場的交易 本次的諸堅部表態 已經是本週第二次高層對房地產進行重磅發聲 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 我國的房地產市場供求的關係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適時調整優化政策 觀眾朋友都可以在往期的政策先鋒找到這個內容 那是7月份 對於下半年的房地產市場 中央以及各大部門發聲不斷穩定了市場預期 增加了我們的想像空間 後中國地調整優化的政策力度也會加快 在諸堅部發布的一連串利好政策中 認訪吳營泰極為重磅 二線城市購房的門檻將大幅這樣下調 快速激活樓市 輪動帶動全國的樓市回暖 聽完諸堅部關於樓市的最新表態 你覺得內地的樓市回暖 是不是勢在必行呢? 快點在屏幕區留下你的想法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樓市政策先鋒 如果你對我們的影片感興趣 記得點覆關注 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動態 最緊要是給個like我們試一下 跟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 這件事 你對這件事 尤其是